不過來看到是年底的選戰 馬上來關心 台北市議員羅志祥 他會不會來缺席 還是去徵戰 不知道哪一個地方的 市長的人選 辦公室主任楊枝斗說 這幾天才跟他來碰面 下週就會有答案 說我們昨天 我跟他昨天在辦公室 有稍微聊聊天 但是他這禮拜 會再徵詢一些人的意見 他可能心裡有一些答案 這禮拜可能週末 會有一個貼文出來 然後向大家表達他的意願 週末 所以說大概今天 不是 不是 這下禮拜 禮拜日是第一天 大概呈遣一下 對 讓他再 他有一些想法 當然還是回台北之後 再拜會一些人 然後想想他 未來下一步怎麼做 有可能到高雄嗎 因為大家比較期待是在桃園 之前桃園的部分 大家討論很多 我剛剛就分享說 我覺得高雄真的跟我們之前 或者是外界 我們從台北的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他真的完全不同 尤其是我幾次在節目當中講 高雄這個地方 它本身的問題在韓國瑜時期 大家都清楚了 長期以來 它有什麼樣的狀況 可是陳其邁過去之後 它是有什麼狀況各位知道 就是地上有個洞 按正常的狀況就去修對不對 去做填補 但它過去之後 那個洞上面就會堆滿了 各種漂亮的東西 讓你看不到有洞 但是很漂亮 我這樣形容 懂了吧 懂 洞還在 但是好漂亮 你明明知道有很多的問題 負債這麼多 你明明知道市政 各方面都有一些它的狀況 你怎麼每一次看到高雄 都是多美好 那個元宵花燈 那個無人機 多美的花 燈海之類 你看到都是這些東西 一種粉飾太平的概念 以國民黨現在這麼強 然後現在又有底氣 有名氣的這個強哥的話 我不是說我不贊成 你一定要到高雄 去做這樣的挑戰 只是這個地方 現在已經跟我們大家 認知的不同了 到那裡去選 我認為就會消耗掉 強哥這麼高的一個人氣 因為那個地方已經不是 你用實力或用你的政績 能夠打掛現在所謂的好保保 更多犀利評論跟及時解讀 也歡迎到大新聞大報話頻道 來看好看慢 同時來關心民眾黨市議員 參選人要成立競選辦公室 打出柯文哲 蔡壁如 陳世仙新莊聯合服務處 被視為柯文哲全台首座 為了建制2024總統大位 要插旗新北市 這個最大票倉 不過柯文哲說 2022都還沒有選 談什麼2024呢 我們來聽聽看 這市長柯文哲他怎麼說 那個新北是最大的那個年合服務處 然後我去解讀 這是你射出的第一支電 有2024 2022都還沒選 那什麼2024 好了好了好了 那個高端一次訂購500萬劑 太多打不完 現在讓如果要報銷的話 要浪費了30幾億 小朋友 市長怎麼看 要看什麼 如果打不完的話浪費30幾億 所以是訂購500萬劑太多了 為什麼不分批採購 他當時那個有最低消費額 最低要買500 最低要買500萬劑 當時勸勉的時候 來來來來來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來台灣 呼籲美國應該承認中華民國台灣 是自由主權的國家 只是在俄烏大戰這麼敏感的時刻 學者認為這樣恐怕會造成兩岸的不互信 甚至關係會倒退競爭 更要注意的是說 蓬佩奧他在昨天的講話裡面提到的 所謂台灣不需要獨立 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 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這樣一種與民進黨台灣全途決議文 完全是非常搭嘎的一種說法 其實對於中華民國的憲法 甚至對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未來的運用 都是一種傷害 而且更會造成兩岸的不互信 兩岸關係的倒退 所以當然這樣就會造成兩岸關係的緊張 我認為說 不管是外國正要到台灣來 或者是現在的執政黨 都應該要切實回歸到中華民國 還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不然的話 烏克蘭跟俄羅斯的緊張之後 大家或許真的要看看兩岸關係 是不是因為烏俄的衝突 也變得更緊張了 在龐貝歐的演說之後 可以看到 外交部基本上還是很慎重小青 他是用不評論 表示尊重的方法去 來評論龐貝歐演講的一些重點 由此可知 裡面的一些微妙之處 因為美國跟中國大陸 現在是高度的競爭 但是合作的面向還是有的 即便是不多 但是華府也非常強調說 不要讓美中之間的競爭 演變成對抗 失控 所以面對這一點 台灣當然也是要謹慎地面對 要避免輪為這種大國競爭下的 一個受傷 受害的一個受壞者 所以應該是要維持 自己最大的自主性 當然維持台美關係的緊密 是很重要的 但是台灣應該也要很冷靜地去 判斷一個大的環境跟大的形勢 要把自己的一個外部環境做好 謀求兩岸之間的和平穩定 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台灣可能要站在自己的角度 做思考 怎麼樣是維護自己最大的一個利益 來關心的實安自治條例 禁止核實被中央含告違憲 十二署也再次含告十一個縣市 實安自治條例是無效 台中市長盧秀燕又怎麼來反映表示 鄧宁之中 六都裡面有五都都有這樣一個實安的條例 那現在行政院因為開放日本的 這個核災地區的這個食品要進來 所以已經宣布就是要把這些條例 這些相關的法條要把它廢除 不過當初五個直轄市 還有其他的縣市之所以會制定這個條例 就是因為要去除民眾吃到核食的一個風險 所以趨炎要保護所有民眾的食安 那因為在法律上大家有不同的概念 所以台中市政府跟其他的縣市一樣 我們為了保障民眾的一個食安 我們會採取一些法律救濟的手段 現在正在研究處理中 那但是這個同時呢 在法律定爪之前呢 第一個我們會提高檢驗的能量 以台中市政府來講 我們會提高到六倍左右 加強查驗 那查驗的結果呢 也會公佈在相關的網站上 第二個呢 尤其學校 學校的這個營養午餐 是不可以的 不管中央法律怎麼變更 我們要保護小朋友 保護師生 所以這些服食核食 都是禁止進入校園 那第三個呢 當然我們對於 食物的這個產品標示 台中市相關的單位 也會要求市場 要求各賣家要清楚的標示 讓市民朋友有所選擇 3月3號的時候 台中市政府才把這個 食安自治條例送去中央 給他們中央審 那結果3月4號 他就能夠發函 跟大家說 這個地方政府是違憲 想請問一下一天的時間 你要怎麼把所有的法令 相關的研究都做完 然後可以發出公文說我們違憲 那表示說你根本沒有看 你根本已經預設立場 只是要走流程 3月3號送上來 3月4號就能夠發函 你只是等這個時間流程而已 根本就沒有認真去思考 要怎麼樣才能夠捍衛 台灣人民的健康 雖然有縣市政府通過了 反對核實的自治條例 但也跟過去的 開放萊豬的模式一樣 行政院就逐一的含告無效 那這樣的情況 就逼得縣市政府 只能以申請事件來解套 但這樣的一個情況 在萊豬的自治條例 事件結果還沒有正式宣告之前 我們也不曉得到底有沒有辦法 阻止日本核實的一個進口 所以我想恐怕各位民眾 如果真的不想吃日本核實的話 還是必須考慮用公民投票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雖然門檻極高 動員極為困難 我想雖然不一定會成功 但是我們必須堅持這樣的做法 好 今年其實是2.8事件75週年 民間鬥士團體發言人徐盛賢 以一起向政府要求賠償受害者家屬 口號來號召民眾來到場 一起來關心之急 今天是激進黨 他已經有公開發起也邀約了 那身為如果台灣人 願意為台灣人討公道 不管你是個人還是團體 應該都可以來到這樣的場合 所以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我們 一踏進來這樣的場合 就要被人家當作是一個垃圾 跟敵人來看待 我們非常非常的不能理解 因為既然要為台灣人討公道 應該是全台灣的人 都有這個資格來討公道才對 我們也是在現場聽 你們要告訴我們之前的228的歷史 還有3月6號 所謂的一個高雄的大屠殺 我們不也在聽嗎 那你們要奏樂 你們要唱歌 你們要說故事 我們也聽呢 所以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是用一個很平靜的態度 在聽他們到如何來替台灣人 討公道 所謂的一個歷史 大家要來談論 原諒還是忘記 我想這個沒有黨派的問題 因為歷史就是歷史 如果是真實的歷史 大家來討論 認為這場追思其實是家屬們 以及很多的為台灣民主努力的前輩們來到現場 來進行追思 是一個非常慎重 而且非常莊嚴肅目的一個時刻 如果說你是為了選舉來到現場 要來鬧場 甚至是利用這樣子別人的傷痛來造勢的話 我認為是非常不道德的 身為加害者 其實你應該要感到羞愧 而不是大剌剌 正大光明的跑到現場 然後理所當然的參加別人的追思議會 如果你是要來道歉的話 那當然我想也要看家屬願不願意接受 但我想這些人今天並不是來道歉的 而是打著說要討公道 但我們其實實際上也不知道說 這些人為何要在這一天來討 不是228家屬所需要的公道 那現在他說他不代表任何的黨派 但問題是今天針對家屬的這些人出來 其實你就是來針對這些 想要在這邊尋求平靜的家屬 那對他們再一次的造成惡度傷害 反正來決定 因為他在這邊尋求平靜的天氣 就是我們在這邊尋求平靜的速度 然後 Siz的心中 ニュービ였 об rear壇